冥王会不会在阿拉巴斯坦上面下 也有可能 但是这个冥王 我们现在一直是就是没有看到它的真面目 只知道现在是 弗兰奇看过这个冥王的图纸 他造不出冥王 因为冥王可能需要特别的材料 能够修复冥王 我觉得弗兰奇还是可以做到的 好再说这个 我刚刚想到这个有关冥王的一个点 冥王现在在哪里呢 你们觉得冥王现在在哪里 没错 我觉得冥王现在就在埃尔巴夫 或者就在埃尔巴夫附近 就是冥王跟诺亚方舟 我们之前说的诺亚方舟 有一个共同点 一定是非常巨大 那修复冥王的话 你一定要就是有非常巨大的 这个修复材料 那埃尔巴夫的这个宝树亚当 是建造冥王的原材料 所以如果要修复冥王的话 那就离不开亚当宝树的巨大的大量的材料 包括巨人族巨大的这个身体 能够承载这个冥王的修复工程 就和这个诺亚方舟一样 冥王的修复也离不开巨人族和巨人族 巨人国的这个宝树亚当 所以很有可能的情况就是 韩文类到最后会把这个诺亚方舟拉到巨人国 让巨人们修复 巨大战舰冥王也可能会出现在巨人国 在未来的某一天 被弗兰奇带领着一群巨人们修复 那在修复了这个古代战舰冥王的时候呢 诺亚也会出现在那里 所以巨人国很可能就是一个 很可能就是最后最大战争开始的一个起航点吧 诺亚会在那里是被修复 冥王会在那里被修复 然后这个乌索普会在那里封神 感觉巨人国越来越有意思了 好期待呀